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15次会晤 这是习近平自访问俄罗斯后 今年第二次迈出国门 看来他非常重视这次峰会 不过习近平原定于周二晚间 出席金专峰会的工商论坛 并发表讲话 但却意外地没有出现在会场 王文涛带习近平在论坛上宣读了他的发言稿 根据现场直播视频 除了习近平 其他军专成员国领导人都亲自发表了演讲 包括印度总理莫迪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和巴西总统卢拉 普京因为被国际法院通缉 而无法亲自到场 就连普京都发表了一段事先录制好的视频来进行致辞 而已经到了南非的习近平 却突然宣布缺席论坛 台湾国防院所长苏紫云分析 如果后续的议程 习近平仍没有出席讲话 应该可以肯定是中国内部出现重大的问题了 他有可能提前回国 或者是身体健康的原因无法出席 不过在缺席论坛几个小时后 在当日晚间 习近平出席了由拉马福萨举办的领导人晚宴 这样看来 习近平不像在健康方面出现了突发性的问题 那么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国内可能出现了某种紧急的重大事件 那是什么事件呢 昨天我们和大家聊了 美国海军前舰专家萨顿 21日在社媒推特上发文 称一艘中共093型核动力潜舰在台海附近发生严重事故 舰上船员全数罹难 有专家认为台湾海峡的深度就50到100米 核潜艇至少在500米以下才能走 所以认为这个消息是不可靠的 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台湾海峡本身是很浅的 但是在台湾海峡的西南部有一个叫做南中国海海盆的地方 它是属于深海区 平均水深可以达到4000米 是中共的核潜艇出没最频繁的地方 台湾元能会表示 若核潜艇沉没将可能同时伴有核子外泄情况 但目前为止 台湾共63个环境辐射监测站都没有监测到异常辐射数值 海域辐射背景值也都在正常范围内 我们昨天和大家聊过 台湾剧情教育中心黄军老师表示 历年来 全世界发生过超过10次核子潜艇意外 但由于多数潜艇都是双核体设计 所以很少发生放射性物质向外辐射 也就是说 即便核潜艇沉没了 监测站也有可能监测不到辐射 军事本专当天发文表示 经监听无线电频道406兆贺 不断输到ELT讯号 已经发送好几个小时 稍早他更新消息指出 西南海域有一艘南海112号救援船 这艘救援船是比较有来头的 它号称是中国装备最先进的 救援功能最全的 大马力的远洋专用的深海救助船 与此同时 一架美国WC-135不死凤凰和侦察机 于23日从东南亚海域北上 途经据称该核潜舰意外发生海域 并抵达日本冲绳 据航班追踪网站FlightTrader24的信息显示 一架注册号为64-14831的WC-135和侦察机 于23日凌晨出现在马来西亚外海 然后一路向北 逼向南海方向 该飞机经过了 据称核潜舰意外发生的南海区域 随后 被经台湾东部海域 并于上午7点50分降落在美军冲绳加首纳空军基地 美国空军WC-135核侦察机被昵称为不死凤凰 它可以根据从大气中收集的样本来探测核报 收集核报相关信息 它通过探测空气中微量元素的变化 来识别和鉴定核武器实验 或者判断是否发生了核事故 看来这个核潜艇失事的消息 恐怕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至少我们可以继续保持观察 如果这个核潜艇真的出了事 而中共当局为了党国的面子掩盖真相 那也只能隐瞒意识 它迟早要给国际社会一个说法的 中国问题专家恒河表示 我觉得核潜艇出事的这个事件 可能会对习近平造成一定的影响 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 因为这个事件是和台海危机联系在一起的 就说你核潜艇跑到那里干什么 但是这个事情现在还没有得到证实 但是根据西方媒体的分析 中共确实在台海加紧备战 因此出现核潜艇在这个地区游异的可能性非常大 因此这个事件可能会影响到中共台海作战的野心 影响到它对外扩张的野心 因为毕竟核潜艇是属于中共比较精锐的部队 恒河表示 尽管这个核潜艇的事情我们不能证实 但是中共武装力量里面的豆腐渣成分是相当高的 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军队是不能打仗的 因为一打仗的话就漏笑 所以现在习近平要发动战争的话 其实是一步错招 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当中 习近平应该已经意识到了 就是说他很有可能高估了中共的军事力量 习近平突然缺席论坛 容易让人产生联想 有网友猜测 是不是趁习近平出国 北京发生政变了 网友分析 蔡奇会陪同习近平外访 那就相当于是被调虎离山 蔡奇是习近平最信任的亲信 他不仅是书记处常务书记 就是仅次于总书记的第一书记 又是中央办公厅主任 习近平去哪里 他就跟到哪里 所以他跟习近平到了南非 如果说北京发生政变的话 就消除了一大隐患 因为蔡奇是死忠于习近平的 他被调虎离山了 其他人如果要有动作的话 那就有可能得手 除了和前见事件外 最近中国还发生了一件 很不寻常的事 在习近平离开北京飞往南非 去参加金砖峰会的第一天 港商刘孟雄撰文 指出经济问题的根本在于政治 并且罗列了近年当局的种种败政 不点名按批习近平 公开资料显示 刘孟雄1948年出生 籍贯广东台山 曾在东莞当知青 于1973年游泳投渡到香港 此后在香港金融界发展 他曾经担任中共全国政协委员 是非常亲共的 在2013年 他与梁振英反目后 开始经常批评香港特区政府 但是他并不是民主派 他的政治立场具有强烈的建制派的色彩 近日刘孟雄在联合早报发文 问题在经济根子在政治 文章盘点当前中国经济现状 包括私企倒闭潮 外企撤离潮 投资大幅萎缩潮 出口进口下降潮 消费严重不足潮 债务连环报保潮 员工大规模失业潮 政府财税失血潮 投资出口消费 三大经济引擎全部动力不足 乃至死火等等 文章说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一路高歌猛进 为何数年之间风云突变 急剧下滑 一句话 问题在经济 根子在政治 刘孟雄还引用前总理温家宝任内的最后警告 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历史悲剧 有可能重演 他认为 不受监督制约制衡的绝对权力 才是最大的绝对的腐败 何和表示 中国目前各方面应该说是文革结束以来最糟的状态 有一批曾经在改革开放中获利的人忍无可忍了 所以就在海外发表对现状的不满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施加压力 能够改变现状 刘孟雄毕竟不是民主人士 他是属于建制派里比较愿意发声的 但还是改革开放中受益的所谓爱国港商 所以不会触及太深 这篇文章从内容来看 收集得很全面 这几年折腾的都放上去了 他点出了根子在政治 但不够深 因为再深就是挖到共产党了 联合早报历来被外界归为中共大外宣系列 这次刊登暗批习近平的文章 引人关注 恒河表示 海外的媒体即便是亲共的 也是被某些派系或个人控制的 它效忠于中共 但不一定是效忠习近平 这是普遍现象 这些媒体被中共收买 现在得到中共的经备相对比较少了 一是中共没什么钱了 二是习近平也不愿意再把钱花在他们身上了 外界认为 不管作者主观动机如何 这篇文章客观上都起了一个倒习的效果 说到倒习 有一位中共退休高官指出 至少有七成的中高层官员是反对习近平的 旅美时事评论人邓先生13日在推特上发文说 今天跟一个体制内相当级别的朋友交流 他认为他所接触的党内中高层 绝大多数都是不认同习的做法 很多人都把目前这种倒行逆施 看作是一个笑话 而且这个时间不会很长 当我问他变革什么时候会到来 一年两年还是三年 他说不好估计 但五年内的可能性很大 邓先生21日发推文指出 前不久见了一个去年退休的高官 他因工作性质的关系常常见到习近平 这次是因私探亲来美 我问他党内特别是中高层官员中 估计一下有多少官员反对习 他说除了习的亲信 以及那些受惠于习的官员 中高层干部中至少有七成 是反对习的路线和政策的 即使习的亲信 也不满习的领导风格和做法 只是不敢讲 但可以从一些和他们打交道的细节看出来 好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请记得点赞订阅留言 并分享给您的朋友 试试变换笑看风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